比较持续的把一些这个民主的 这个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呢 他都考虑到了 遏止了 你比如说是他们做任何的 比较高一点的官 他一定要把他财产清得非常清楚 交给一个基金 就说从此 申报不但申报 申报以后呢 从此我不能够管我的财产 你比如像是通用或者福特的老总 他要是当了国防部长 他的财产就得出来了 全部 从此我不能够再去介入了 那么就交给一个trust 基金会啊 或者交给一个什么东西来管理 还有一些独立的监督 接下来的这个四中全会 就要讨论财产申报法 其实这是很好的借鉴 西方人我举个实情的例子 最近一个记者招待会 那个希拉里出洋相 人家问一个问题 没错 就是说你克林顿对这个问题怎么想 他马上就火了 生气了 他说我才是国务卿啊 实际上他是听错了 人家问的还不是克林顿 人家翻错了 但是反过来也说明 他们那个思维里边 就我是我 他是他 你不应该问我关于他的问题 对 我是国务卿嘛 就是让我感觉到 为什么说是根深蒂固啊 中国人从小都不是独立的 不是 孩子跟父母 孩子是独立的吗 父母尊重孩子独立吗 夫妻独立吗 中国人就纠缠来去 同样这个状况 假如说是你说 克林顿 他这个希拉里跟这个Bill 分的这么清楚 那中国人说 怎么这么没有人情啊 假的 在床上就不分了吗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是时候 红牛了 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 太太乐基金升级了 是乐乐 有个圈 新鲜 悠闲 味鲜 健康品质 全面升级 哇 我喜欢 健康美味 圈起来 其实我听人说过 说香港人适应的不错 因为他原来跟英国人 对吗 他说你看 有人说过香港人 是典型的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为什么你看 香港人到公司里 他是不大讲人际关系的 是清清楚楚的 对吗 公司分明的 可是香港人回到他的家里 他又是很中国人的 这个七的五八大一的 他也讲这些 咱们你看 包括台湾人 这个内地人 大陆人 我觉得常常分不大清楚的 这又是怎么回事 我想香港是这样的 香港他第一 他这大多数来到香港 是移民的 移民过来的 那么第二呢 他是这个移到一个殖民地 对 所以他对于英国人的管制 对于这个殖民者的管制 他比较听话 对 因为他到了不是自己的土地了 那么所以在 你说香港人 这个遵守法律的 这个层次 比一般中国人要高 这是事实 甚至有人说 香港要是搞选举的话 香港的选民会比台湾的选民 会理性 有人这么说 而且他呢 这个难民过来 他对他逃出来的地方 他心中有点幸运感 所以他在这里再次苦 他也觉得还不错 而且那个社会关系呢 比较单纯 你比如说是中国 对啊 割断了就单纯了 你中国大陆的话 他这个 你说是七大姑八大一 你还不知道怎么个 分的你的辈分 安在哪里 你家族里头 突然又冒出个什么人来 你实在搞不清楚呢 香港这个应该比较清楚 那么他在整个 这一百多年来下来呢 我觉得他大体上已经学会了一种 这个现代社会 比如说是法治的运作 所以我觉得是跟大多数的地方的中国人 比较有一点不同 你看我有时候反倒感觉这个台湾人和这个大陆人 真是息息相连 大家都感情都挺充沛的 你觉不觉人民群众都讲感情 什么事就是人情 人情 大地震来了 大灾来了 什么洪水无情 人有情 全是情 你要是做不好啊 发泄出来的也都是情 是脾气 是这种 我最近就得罪了很多人 现在很多学生申请来香港读书嘛 我记得收到了很多 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拖过来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是得罪了人 但是香港的制度啊 你是没法弄的 就是说 我的好朋友他小孩要考岭南 我是没法帮忙 你帮忙的话 我帮忙我完蛋 就这么简单 但是我要跟他解释这番话的话 人家就说 去了香港 这算什么回事啊 这一点事情 接下来为您播出 你别说走向201年 比如说我在美国比较久嘛 生活了30年 没有 没能夸 感谢观看